大家好,我是亚欣 人生中到处都充满着挑战 稍不留神,我们就会被生活打败 但是谁不想生活幸福美满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鬼谷子的这两个观点 相信看完之后,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第一点是,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勿望而许之,勿望而拒之 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 鬼谷子的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 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如果说别人给你提意见 你直接就否定,从来都不去试着思考 那么我想,你可能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而且早晚会吃亏 战国时期,宰相公书琢病倒了 魏惠王前去探望他说 您生病了,国家该怎么办啊 公书琢告诉皇帝说 我的家臣公孙央很有才能 把国家交给他,您大可放心 但是如果您不重用他 也千万不要让他离开魏国 回朝之后呢 魏惠王就对身边的人说 宰相真的是病昏头了 居然让我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家臣 那么直到最后 魏惠王也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后来公孙卓去世 公孙央就离开了魏国 去了秦国 秦孝公听了他的建议 实行了变法 我们都知道 秦国最后越来越强大 而魏国却越来越弱 最终落了一个国破家亡的后果 第二点是要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 鬼谷子说 以天下之心律者 则无不知 意思是需要我们集思广义 才能够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楚乡王曾经在做太子的时候 在齐国做过人质 他的父亲楚怀王去世之后 他请求齐王让他回去奔丧 齐王便提出了 割让楚国冬地五百里的条件 无奈之下 楚乡王只能是先割地 回到楚国之后 楚乡王就召集了大臣们来讨论对策 大臣们也是各输己见 最后 楚乡王采纳了 锦黎 紫良和昭长的建议 借秦国的事 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齐国交还了封地 俗话说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遇到事情 能够倾听跟采纳身边朋友的建议 肯定要比自己的固执几件要好 否则 早晚 必会吃大亏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